消防局的一臺救護車11號晚間接獲了報案 是一路鳴笛準備前往救援的時候 有一輛機車就發生了碰撞了 造成了19歲的機車騎士手肘骨折多處擦傷 不過幸好送醫之後是沒有大礙的 連線給方品文 好 主播對來看到我十字路口車來車往 救護車一路鳴笛 行進這個路口的時候 剛好和綠燈執行的機車騎士發生了碰撞 那麼機車車頭全毀 救護車右側車身也被撞毀 騎士因為手肘骨折 雙腳多處擦傷 整個人是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還好緊急送醫人沒有大礙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機車前車頭 救護車的右側車身 碰撞造式 現場機車駕駛人失之多處擦傷 送中國醫藥大選 護車醫院就醫 救護車上 尚無病患 無人受傷 雙方駕駛經呼氣酒車均無因酒之情勢 好 那麼車禍地點呢 就在台中 崇德入漢 太原入口 十一號晚間十點半左右 消防局當時正在執行防疫的救護案件 那麼救護車是開啟警報器鳴笛 要通過路口的時候發生了車禍 還好當時救護車上沒有病患 沒人受傷 相關的肇事原因 警方還要進一步雷清 以上想對應情況 把視鏡頭交還給臺北棚內